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书是 不如任性过生活 知乎上有人问 怎样的生活状态是最理想的 有个高赞的回答是 能接受现状 又对未来充满希望 人生短暂 总是将时间花在纠结和抱怨上 会错失生活很多风景 过去的无法转换 现状难以改变 大多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和接受 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自己身上 所以想要改变生活状态 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态度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不如任性过生活中 作者蔡兰分享了 他对生活态度的思考和感悟 原来人间烟火中 处处充满着乐趣与美好 只带你去领悟与发掘 金庸曾用12个字评价蔡兰 知识渊博 多才多艺 洒脱自若 美食家 作家 主持人 蔡兰的头衔有很多 但他最喜欢的是 一个活得有趣的人 前40年把时间浪费在了他不喜欢的工作上 后半生便以吃喝玩乐为主 不仅名利双收 还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他的每一个生活智慧 都值得我们借鉴于学习 今天就从中选出五个生活智慧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生活智慧是 凡事往好处想 有人说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对你笑 你对他哭 他就对你哭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很多时候 事情的好坏 是由你看待的角度与心境决定的 就像蔡兰说的 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 你想好就好 你想坏就坏 向游新生就是这个道理 想过有趣的生活 就一定要学会 凡事往好处去想 去看 去分析 比如不小心撒掉了半碗茶 有的人会沉浸在失去的难过中 而有的人 却会为碗中还留有一半 感到开心 仔细想想 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 与其愁眉苦脸 悲春伤秋 不如看开点 珍惜现在拥有的 蔡兰说 有那么多空闲去记仇 不妨多记点开心的吧 人生苦短 别总把自己想得那么不幸 抓住现在的美好 好事 终将如约而至 心中有阳光的人 自然生活得温暖明朗 心中有花香的人 生活便处处都是风景 资深也很赞同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有太多难以预料 但生活中开心的事情 却是能自己制造与选择的 即使生活的四季 不只有春天 你也还能聆听夏天的热闹 收获秋天的果实 欣赏冬天的飘雪 第二个生活智慧是 忙里偷闲才有滋味 忙碌的时代 想要闲下来的欲望 就会越来越强烈 但闲也要闲得有方法 有意义 在蔡兰看来 真正有滋味的闲 就是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些放松身心的乐趣 所谓忙里偷闲 忙时多用心 闲时才尽兴 喝酒也好 品茶也罢 一通忙活后的享受 才最是回味甘甜 或许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要为了生活与理想 顶着压力负重前行 尝尽苦辣酸甜 所以需要偷来的美好惬意 平衡生活中 难以逃避的苦难 让劳累的身体 得到暂时的休息 让紧绷的心 能够缓一缓 喘口气 想起作家周作人曾说 我们除了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 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可以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清晨守在高处 等待太阳渐渐破壳而出 也可以与三两好友 约在街边的小吃摊 烟火配灼酒 畅聊一宿 人生难得大欢喜 要学会制造与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为枯燥的生活来场及时雨 为繁忙的人生加油充电 思心也觉得眼前的苟且不是人生的全部 奔波完这一场还会有下一场 那些看似无用的享乐 其实在为你积蓄迎接人生每一场奔波的力量 忙碌是为了踏实的幸福 而短暂的安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把握好生活的节奏才能活得充实又快乐 第三个生活智慧是 做人要懂得花钱 很多人总是想着赚更多的钱 却忘了钱的价值在于你如何去花 蔡兰认为 不会花钱 挣再多也没有意义 换句话说 赚来的钱你不去花 那就是一堆废纸 你把它花在对自己有用的事物上 才能感受到钱的乐趣与美好 蔡兰的朋友丁雄泉 是一个很懂得花钱的人 他的裤袋里总会准备一些钱 用来享受偶遇的美食 用来挑选好玩有趣的小物件 对他来说 努力赚钱与享受生活是没有冲突的 爱生活的人懂得拿赚来的钱 体验生活的多姿多彩 可能有人会说 懂得花钱 但前提是要有钱呀 其实不然 有的人越入几万 仍是越光足 整天苦哈哈的 而有的人越入三千 将生活过得有资有调 生活的品质 其实与财富无关 而是在于对生活的态度 真正对生活有追求的人 向往的是一种舒适愉悦的状态 是一捧鲜花 恰如其分地调和了 稍显冷淡的房间 是一杯红酒配电影 抛却一切烦恼 舒服地窝在沙发里 自信也很赞同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享受精致的生活仪式感 无关金钱 只为心情 懂得享受生活 人生才更有趣 第四个生活智慧是 吃好喝好 就是幸福 古有无竹令人俗 无肉令人瘦的苏东坡 兼有大吃人间烟火的菜篮 吃喝 这件最寻常不过的事 其实藏着一个人 对生活的追求 作为一个高级吃货 菜篮不仅走访世界各地 享受美食美酒 还会自己研究美食 逛菜场挑食材 煎炸烹煮 茶到酒到样样再好 在大家看来 简单的炒饭 有着巨大的学问 再高级的食材混搭 也不能忘记炒饭 最基础的蛋液猪油 而喝茶喝得是舒服 不用繁荣复杂的程序 只需将茶的味道泡出来 最淳朴自然的做法 简简单单就很好 所以吃喝最重要的 不再奢华与张扬 而在于一个简单的好字 好在吃遍了油腻山珍后 一盘简单的清炒白菜 抚慰了即将麻木的舌腔 好在尝见了辛辣酸甜后 一杯清明 喜涮了口中各种滋味 吃好喝好不畏目的 只求欢喜 才能真正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自信也觉得 追求再多的名利与情感 也别忘了最基本的吃喝 吃好了生活才能更好 喝足了生活才能更满足 要记得生活再忙 也要用心吃喝 第五个生活智慧是 即使老了也要优雅地老去 时光流逝老 是每个人必经的历程 容颜不在 体力衰退 记忆下降 这些生理变化都在所难免 但人的心理心态 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任性而为 在菜凉看来 人老了 能如一颗白蓝 老得庄严干净清香 便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无需穿着时髦 把衣服洗净烫直 便是最精致最干净的状态 不为皱纹而烦恼 将脸庞打理得清爽 就能散发优雅鲜活的魅力 再来就是言谈举止 不要总是闲谈闲聊 追忆往昔 老了也要寻找一项爱好 认真钻研 勤其书画 养于种花 不畏名利 只求闲情雅致 林语堂曾说 优雅的老去 也不实为一种美感 坦然接受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痕迹 重点生活中能够优化的部分 为生活增添情趣 甚至介于表达自己的审美与人生态度 说到底 不过是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败给时间 不在意世俗 而是任性地活着 活在自己最舒服的状态里 自欣也认为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 藏在他经年养成的气质与底蕴里 任时光摧残 也不会失去与消散 别害怕老去 去享受每个年龄段的独特之美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财兰说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玩 不羡慕别人 不听管束 多储存人生经验 死而无憾 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 一点也不复杂 余生很贵 别让自己活得太累 累了 倦了 便休憩 有时候 慢下你的脚步 也是一种进步 苦了 伤了 便看淡 学会放下 才能翻过灰暗 走向前路 错了 毁了 便反思 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 但未来几去 生活还有很多精彩与乐趣 等着你去发掘和体验 改变一种心境 换一个角度想问题 也许就豁然开朗了 凡事不要看得太重 学会用简单真诚的生活方式 去享受人生的自在美好 这仅此一次的人生 能快乐轻松地度过 便是不枉此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是能够放太阳 才能够放太阳 稍以后 活着 做统筹 就绝对